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协会SEAJ 在12月下旬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11月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销售额 三个月移动平均值较去年同期增长19.1%至3354.95亿日元 实现了连续23个月的增长 增幅连续6个月达10%以上水准 且月销售额连续5个月突破3000亿日元大关 创单月历史第四高纪录 仅低于9月3809亿日元 8月3473亿日元 和10月3470亿日元 累计1月至11月期间 日本半导体设备销售额达3.545亿兆日元 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27.8% 销售额闯毕年同期历史新高记录 基于此 日本半导体设备全球以销售额换算的市占率已达三成 仅次美国居全球第二大 而作为日本半导体设备 基台的大买家之一 晶圆代工龙头大厂台积电 如期在12月底 举办了300米量产即扩厂典礼 台湾行政院 经济部 国科会及台南政府等官员到场 还有近200名供应链伙伴出席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指出新厂商机 晶圆518厂是台积电5奈米及300米的生产重镇 在南科总投资金额将达1.86兆元新台币 他估计将创造超过1.13万个直接高科技工作机会 以及2.35万个营件工作机会 台积电招募员工会带来6.7倍额外的工作机会 相当于带来约7万个工作机会 刘德英并表示台积电在美国二级建设也同步展开 加强与客户信任 企业强调 持续深耕投资台湾 并提前透露 明年第二季台积电新竹研发中心将启用 预计有8000名人员进驻 此外台积电2奈米预计在新竹与台中投产合计有6-7工程 永续供应链是台积电近年的营运目标 刘德英表示台积电南科厂区 包括晶圆6厂及晶圆18厂 都是LED认证的绿建筑 使用来自南科再生水厂的再生水 并将逐步达成2030年再生水替代率60%的目标 刘德英还重点指出 台积电3奈米制程工艺 是5奈米之后的另一个全世代制程 具备最佳的PPA及电晶体技术 目前台积电3奈米粮率与5奈米量产同期相当 以大量生产并帮助客户开发新产品 由于市场需求非常强劲 量产后每年带来的收入都会大于同期的5奈米 相较于5奈米 3奈米制程逻辑密度增加60% 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30%至35%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刘德英说 3奈米技术将会应用在超级计算机 云端 数据中心 高速网机网络 及许多行动装置 包括未来的AR VR 持续带动半导体HPC先进制程需求 也是大势所趋 在市场需求方面 刘德英表示 鉴于台积电3奈米制程市场需求非常强劲 3奈米制程技术量产首年开始 每年带来的收入都会大于同期的5奈米 根据估计 3奈米技术量产5年内 将会释放全世界1.5兆美元的终端产品价值 台积电最大的竞争对手 三星电子于6月底开始制造300米半导体 并准备在2024年 推出更节能的300米节点 该公司的晶片将被用于挥达显示卡 高通行动处理器 IBM CPU和百度云四伏器晶片 目前 三星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方面 远远落后于台积电 位居第二 对于此次少见的公开活动 业界认为 台积电宣布 3奈米量产时间较晚 一来是展示技术实力 二来是直接展现深耕台湾决心 化解外界去台化一律 另据台湾电子时报报道 有半导体设备厂商透露 过去一年多来 三奈米量率拉升难度飙升 台积电为此已不断修正三奈米蓝图 且划分出N3 N3E等多个三奈米家族版本 由于半导体寒冬未过 英特尔 苹果等客户新品计划改变 因此台积电首代N3制程虽量产 但第四季度出货片数甚少 明年第一季度出货量有望略为拉升 至第二季度后才会在苹果 iPhone新机拉货下开始逐月还增 这意味着2023新年一时 台积电将采用产能有限的N3节点工艺 然后在2023年晚些时候 转向更稳定 更高效的全面生产的N3E 随后在2024年转向N3P 这一年台积电还将在新竹工厂 将其2奈米GAA工艺投入实生产 并在2025年进行大规模生产 在此前多个季度的财报分析师电话会议上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曾表示 他们在按计划推进3奈米制程工艺 以可观的良品率在下半年量产 在高效能运算和智慧型手机应用的推动下 预计产量在2023年将平稳提升 此前 业界曾推测 苹果及英特尔等客户都将采用台积电300米制程 台湾媒体Digitimes的报道指 台积电作为苹果的主要晶片供应商 会将300米制程技术首先用于 稍后推出的M2 Pro处理器 并且应用在新版MacBook Pro笔电和MacStudio Mac mini桌机有望能提升运算能力 现在iPhone 14 Pro所采用的A16 Bionic处理器 使用台积电的4奈米制程技术 有消息指明年上市iPhone 15所采用的A17 Bionic 连同全新Mac计算机配备的M3处理器 都有往用上还未正式量产的的 增强版300米制程N3E节点技术 苹果目前的目标是成为明年首家 使用台积电N3E工艺的厂商 用在M3和A17 Bionic上 M3将用于未来的Mac和iPad产品 而A17 Bionic会用于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 不过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还指出 半导体库存于2022年第三季度达到高峰 第四季度库存开始修正 预计将持续至2023上半年 到2023下半年产能利用率才会全面回升 对此有厂商表示 半导体产业链最后防线已突破 2023年上半将面临严峻库存修正与业绩东低挑战 台积电也坦言从2022年第四季开始 7奈米6奈米产能利用率将不再处于过去三年的高点 预期此情况将至2023年上半 7奈米6奈米需求预计将在2023年下半回升 据业内人士观察 二线晶圆代工厂产能利用率 自2022年第三季度已开始下滑 台积电则是自第四季度开始 2023上半年跌幅将明显扩大 等下半年客户订单回暖及苹果进入量产旺季 3奈米与5奈米订单占比提升 业绩渴望有明显弹升 除台积电外 目前产能利用率与业绩已陆续下滑的晶圆代工厂商 对于2023年展望更为保守谨慎 估计上半年整体供应链大多仍难脱离库存调整期 展望2023年台积电面临三奈米制成量产初期稀释毛利 折旧成本年增率上升 全球通膨导致的成本增加 半导体周期和海外生产据点扩展等挑战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